北纬41度39分11秒 我是北京神舟13号返回舱正常返回着陆场 单名航天员状况良好 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早早着陆内蒙东风着陆桌 三个航天员完成在中国太空站半年的驻留任务 神舟13号载人飞船凌晨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分离 撤离太空站组合体 今次是首次采用快速返回方案 整个过程由二十几个小时缩短到几个小时 三名航天员去年10月16号升空 在中国太空站驻留半年 创下中国航天员载载时间最长的纪录 神舟13号返回舱 在早早大约9点半进入大气层 经历了几分钟和地面失去联络的黑象区之后 江洛山打开 北纬41度39分11秒 点56分 在内蒙古的东风着陆长远着陆 程序理想的垂直状态 我是神舟13号 我已安全着陆 动摇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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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明白 祝贺神舟13号 你们辛苦了 北京见 在降落之后大约50分钟之后 三名红天员先后出仓 指令掌杂志刚游工作人员吊起再台出 红天员在失踪环境生活长达半年 会出现骨质疏松和肌肉萎缩等的情况 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赶了焦 爱良平 黄亚平在10分钟之后出仓 太棒了良平姐 此刻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祖国的怀抱 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 同时呢 我也想跟我的女儿说 真是新鲜的妈妈回来了 最后出仓的是第一次完成太空之旅的叶光复 首次飞行就长达半年之久 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 就在此刻我也实现了飞天梦想 可以自豪地向祖国报道 在下午大约5点 三名红天员所乘坐的飞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 他们的家人到场迎接 率先落机的杂志刚和个儿子永抱 黄亚平的女儿向妈妈宋长鲜花 之后黄亚平拿出由太空带回来的猩猩送给个女儿 夜光复见到妻子之后 立即张开双臂来一个拥抱 三名红天员之后会接受医学隔离 进行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中国在去年顺利完成太空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五次飞行任务 包括发射天网核心仓 天洲二三号货人飞船 同神洲十二十三号载人飞船 早前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 看到一共进行六次飞行任务 会依次发射天洲四号货人飞船 神洲十四号载人飞船 闻天梦天实验仓 天洲五号和神洲十五号 神洲十四号和神洲十五号 预计将会同时停靠太空站 首次形成六仓组合体救营 可以实现长期三人或者短期六人的驻留任务 之后计划进行太空实验 包括太空生物学研究 为培育优良物种 探索疾病基理 研发生物药物 改进人类健康 另外在失重状态下 研究不同的液态燃料 亦都可以促进新型清洁能源开发 改善地球环境 亦都可以研究改进地面的材料 推动工业技术进步 那边我进国天堡 何时随时哮响的细胞 我先做火燕汤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我一会儿出大路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我是冻山 我下次出他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开会四日 冻山明白 这片ほど 前方从Maria 我将在马上 有侠地理 以及师辅 大升 难道 你们 无奖 去 大乍 安力向前路 累落低初自我 要中國人人見歡樂 笑聲笑面長觀望我 五千年無數中國夢 內容始終日多 有中國人人每一刻走 一朵長觀望我 晚安